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今天是4月1号 是中国共产党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10月1日国庆节 今天这个国庆节应该叫做国上日 因为中国中华人民共产党统治中国70年来 使几个亿的人丧失5月5月丧失生命 使70个亿的人不仅是没有得到解放 而且重新回到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而且现在中国是非常非常的怜悯 任何人不能够随便说话 不能动不能走 今天这个日子不仅是中国人的悲哀 而且是全世界的悲哀 今天这个日子 这的人类警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多年来 首先把打倒美帝国主义 消灭资本主义作为他们的首要目标 但今天还提起黑弹要摧毁人类 要摧毁地球 要让地球永远漂浮在黑暗之中 这就是中国的目的 中国 刚才我看了个视频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了 他们在美国在美国的这个庆祝大会上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节的这个津贴 他们喊的口号是祖国万岁祖国万岁 他们来到美国来到西方多少年了 很多很多年了 他们的祖国仍然是中国 仍然是共产党的中国 而且还万岁 就按照他们的口号 他们完全违背了美国 外国人加入美国国籍的时候 宣誓事业要脱离一切的种族国 效忠当地国家 也就是说在美国要效忠美国 现在中国成了美国的敌人 美国成了中国的敌人 他们在美国的土地上 大张旗鼓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多少多少年 这是人类的悲哀 而且在口号是祖国万岁 他们的祖国不是美国 他们的祖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共产党中国 这是人类的悲哀 好吧 今天我们就 就 谈的是 今天是国上日 希望朋友们订阅我的频道 订阅我的频道 Goodbye See you tomorrow Good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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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